大家好,我是刘姐 背靠大树好乘凉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大树好大 我昨天才知道 在新加坡还真的是没有狗肉卖 怎么想起来这个话题呢 因为昨天一对狗主人牵着他的小狗散步 那个小狗肉嘟嘟的,很可爱 然后我就看着他笑,就逗了他一下 结果那个狗就老是像小孩一样缠着我抱 就缠着我吧 然后我看他很可爱,我就抱了他 抱了他,把他放下来,他还汪汪叫,还不愿意走 我就随口的开了一下玩笑 我说你再不走的话,我要把你煮来吃咯 后来他还是没有走 我说那个狗的主人就说 在我们新加坡不可以吃狗肉的 狗是不可以杀的 在新加坡任何的餐馆呢 他是说没有狗肉卖 哎呀,今天的风好大 我说真的吗 他说真的 我是来了这么久,我是真的没有注意 就是去哪里 因为我本身在国内,我也是不喜欢去吃狗肉啊 这些的嘛 然后听他这么讲了,我就很好奇的跟一些熟悉的朋友去打听了一下哦 他们说在新加坡真的是不可以吃狗肉的 而且任何餐馆都没有卖狗肉的 不可以杀狗的 呃,真的很神奇耶 我因为我以前知道的是,在新加坡 如果你看到流浪的猫啊,狗啊,还有那些鸡啊 还有更不用说那些鸽子啊什么的哦 是不可以去,呃,追他们啦,或者是去虐待他们啦,或者去呃,去喂他们啊,这样子哦 但是我有看到别人买的那些猫粮啊,狗粮去喂那些流浪的猫狗 那是善心的行为嘛 哇,所以我后来又又了解到,就好像他们这个国家的那些猫啊,狗啊,如果死了 就是不可以说你养的那些,呃,不能随便的是挖一个坑就给他埋了的 他们要送到那个火,呃,专门给动物,呃,焚烧尸体的那个地方去 有一些甚至说还要请那个法师去超渡的,哇,念经好像 哇,真的,我是真的是觉得新加坡的这些 这些政策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很善心的这个行为啊,因为那些,呃,其实狗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对吧 他其实有时候朋友圈看到的这些啊,大家甚至调侃 甚至,呃,有一些人就是调侃了,他说就是现在的什么朋友不如狗,呃,这倒不是说所有啊,就是朋友当然也有好坏,也就是说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看过我印象最深流泪的就是,那个,好像是美国电影吧,叫中泉八公好像是 就是说那个狗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呃,也是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吧,就是真的去爱护动物,然后不要去虐待他们 就是,就是对于这是能不能吃狗肉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政策,对吧,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这些,呃,善举啊,这些爱心,呃,很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就是你,你有能力的话,你就买一点去喂一下他们,即便是野外的这些,呃,鸡啊,什么的,我们就不要去虐待他们,也不要去惹他们,对吧,他们也是一条生命嘛 呵呵,所以我听到这些消息,我会迫不及待的跟大家分享,成了大家的八卦流节,呵呵呵呵,真的是觉得事情是很小了,但是听到以后是非常震惊,也是非常惊讶的 呃,这是一个国家,虽然说,它就是大家会评论什么大小,不是大小的问题,那就像我们,我们区啊,我们也有镇啊,也有县啊,也是一层一层一层管理,也一样可以这样子嘛 哎,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学习学习,哇,今天的风好大